越趣自知,风趣越语自 驻讲,余福志 余福志,195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 执教中学与大学中文系共三十余年 驻讲,中国文学史 驻有,美在生命 尋找原装装置 唐诗底蕴 中华文化传统散论等作品 近年以保湿语音书提印出自选诗词集 讲听故事,我就有点反老还童的感觉 小孩子那时候最喜欢的事就是听故事 最早是听爸爸妈妈说 大一点就听其他人说 而无论听谁说 最重要的就是适合小孩子的心理 如果是一些言情小说 我看就不太合适 刚才提到的三国演义 西游记 金庸小说 倫文罪 小孩子就对听了 想起来 旧时的港古佬 主要对象 还是讲给小朋友听的 你看看 三国演义 将一段英雄背出的历史 讲得许许如生 旅报就圆魂射击 关公就温酒斩化豪 张飞就没有起枝杖八蛇猫 一声喝断长板桥 等下又火烧斥壁 等下又七禽万窩 小孩子都是崇拜英雄 那听到以后都出卖 西游记 又是得意 这么多妖精 被孙悟空一个一个 我都恒复了 哪个小朋友 不想学到孙悟空那些本事 至于金庸小说 那些正一是大人童话 弟弟的大大下 变成少年 就会喜欢金庸不下 那些无瑕 明知他假的 但是听起来 就觉得他真诸 甚至发梦 都想找到其中 哪个师傅 叫回两道散手 讲到论文罪 聪明绝顶 什么难题都拦住他 听起来 也都好像自己也有回来 起码得一口笑 想上面讲的是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总之就是觉得听故事很亲切 那说实话 好了 广府人说听故事 讲普通话的朋友就会问 为什么将听故事 听故事 讲成听故仔呢 是有我们广府人的道理 先头说了 讲古佬最先考虑的对象 就不是大人 而是弟弟哥 弟哥说话 自然有弟弟哥的特色 想起来 想起来 在古字的后面加个 仔字呢 就是用了弟弟哥的口气 大家都知道 讲普通话的小朋友 喜欢将玩具 讲成是小车 小转 甚至呢 公仔书 也都叫成为 小人书 前面就加了个小字 而我们广府人呢 语言习惯就跟外省不同 小字的意思就保留住了 但是绝对就不用小字 而变成了 用个仔字 不放在前面 放在后面 于是我们这些小朋友呢 就将呢 小车小船 就叫成为 车仔 船仔 同样来的 仔字化 就将个故事呢 叫成 故仔 咦 为什么 不讲成故事仔呢 五岁字呀 广府人讲话 讲多个字 都好像不太喜欢 省得就省了 所以故事两个字 早就缩成 故 一个字 故 就是故事 所以 如果哪位 听到某个街坊 他说 我们这个地头啊 真的到处都有段故事的 那你就应该明白 他的意思是 这里啊 到处都隐藏着一段故事的 那 就拿我们这个地方来说 难保以前 有过那些什么 故事的 起码 就成乡之别 以前 这里可能就是一条村 而村头呢 会有一棵 大熊树 到处处 到处处的时候了 大家吃完饭 就会来到 用柱头 聊聊聊聊 聊聊 如不时 还会有人 讲一下故事 讲三角 讲水谷 讲邻民醉 那都可能 旧时呢 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听说 古啊 就是 最普及的 文化娱乐 这种情景 当字 应该是 好普遍的 越趣自知 风趣越语自 主讲余福智 余福智 1958年 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 執教中学与大学中文系 共三十余年 主讲 中国文学史 著有 美在生命 尋找原装装子 唐诗底蕴 中华文化传统散论等作品 近年以保湿余音书提印 出自选诗词集 大家不知 有哪个 见过鬼吗 但我还没见过 不过呢 我们广府人 很流行讲到鬼字 特别喜欢用鬼字 来做形容词 除了 先头那段对话 讲的鬼 那么咸之外 还可以讲成鬼那么淡 鬼那么多 鬼那么少 鬼那么长 鬼那么短 鬼那么大 鬼那么小 等等等等 那究竟那些鬼是咸 还是淡 是小 还是多 是长 还是短 是大 还是小 没有人去考究的 怎么讲都对的 更有不可理喻的 连人家唱歌唱得好 也都可以讲成是 鬼那么好听 鬼好好听 可见她毫不在意 绝对不生 有些外省的朋友说 看来你们广府人一定是很信鬼的 这么说 我就觉得她外省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有鬼 怎么敢随意地拿个鬼来形容呢 比如说 我们见到一个 丑样一点的人 就会说 他 鬼那么臭样 如果真的信有鬼的话 被鬼听到 那些鬼呢 肯定是生气了 那一生气 他用什么意味来整股我们 摩见 我们其实是不怕鬼的 其实是不相信有鬼的 根据那些自称见过鬼的人说 他说 鬼呢 在夜晚刻才是活动的 那要在夜晚刻才能见到他 那想一下为什么呢 我看 其实是因为黑暗 会给人一种危险的感觉 特别是在生寶的环境 先不先有一种危机四伏的 恐怖感存在着 再加上一些风吹草动 那就很自然会产生弯角 见到鬼 这种情景 我们广府话 有个很生动的说法 就叫做 疑心生暗鬼 疑心生暗鬼 自己多疑了 没有鬼也想成为有鬼 然后就真正见到鬼 结果就吓死自己 疑心生暗鬼 是一个比喻的说法 比如说 产生的疑心以后 会觉得自己 空想出来的东西 都是正确无比的 语文书也有过这样的故事 古时有个人 不见了把斧头 就是疑心 疑心说旁边的那个偷了 其实那个鱗射是没有偷的 而他呢 看到那个鱗射 就觉得人家 由面识到行为 都好像是个贼 那这个 不见了斧头的人 就可以算得上是 疑心生暗鬼的典型 那拿鬼来说道理 有时候真的挺有趣的 比如前面那个做仔的说 见过鬼还不怕黑吗 那这句话 那就很生动一句话 那我们不信鬼 又很流行说鬼 拿着鬼来说来说去 其实都只是贪过人的 见过鬼还没见过鬼 鬼你你见过不见过吗 那但是 如果当正他是有鬼 那就有一份 特别的逻辑才行 假如 哪个真的见过有鬼 那会有什么反应呢 推论一下 呢 见过鬼一定是在夜晚黑见的嘛 那如果真的被鬼嚇到 那就一定怕黑了 而如果那个人见过鬼都不怕黑 那就违反了常理了 所以说 所以说 人见过鬼都不怕黑 其实就是说 他经历过危险都不懂得怕 违反常理 那这句话呢 是用来做比喻的 比喻什么呢 就是比喻有些人犯了错误 还不懂得去总结教训 这句话 在实际言用上 是很广泛的 比如有个人 一再被人欺骗 你就可以说 他真的见过鬼都不怕黑 如果你是劝别人 不要再做些危险的事 那你就可以说 你见过鬼了 还不怕黑 如果你是那个 醒悟了的人 那你就会说 见过鬼了 还不怕黑吗